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仅如此 他们还开始规划和运作 通往中西亚的铁路南线 和通往欧洲的北线 与此同时 在融欧快铁开通的三年里 成都也加大了航空业的投入 开始构建国际一流空港 力争用强大的交通物流网 引来世界的关注 在成都物流办积极组织 欧洲货源的同时 敏感的成都本地商人 已经从交通条件的变迁中 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具备外贸经验和货源渠道的蔡明 就借此机会走上了 融欧快铁搭好的舞台 50岁的蔡明 做了近25年的五金批发商 规模最大时 有员工近200人 然而近些年 五金行业陷入发展瓶颈 蔡明开始谋划改行 做进口欧洲木制板材的生意 今天他约谈的这几位客人 正是给他的板材生意 做贷款的银行代表 在这样重要的客人面前 到底是什么 让他如此光火呢 性格直爽的蔡明 对于跟自己节奏不合拍的下属 常常压不住货 他的这种急躁是有来由的 在五金行业不景气的今天 很多昔日的同行 不是勉强为生 就是掩齐息鼓 在这样的行业前景下 蔡明意识到 他必须转型 根据多年做五金积累的 家具行业上下游资源 他看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商机 由于国内家具行业 对环保板材的需求日益增大 从欧洲一些国家进口的板材 越来越受欢迎 来 你给我走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现在呢 主要的可能会经营 全世界著名的几个品牌的板材 那么这几种板材呢 最主要的是能达到 国家规定的环保指标 特别是甲醛含量 不好的板材 把面贴上以后 如果一锯 就是锯了那个锯齿一起以后 它就会发这个齿啊 然后封边一气封的时候 就封不住这个锯齿 那么进口的板材呢 它的表面的硬度啊 它能达到 所以它是锯齿的 很整洁的 非常整洁 那么如果一贴上面以后 它封上边 是看得是很美观的 由于运输成本高 欧洲货源信息不畅等原因 国内并没有多少人 从事板材进口贸易 而蔡明多年积累下的 欧洲家具原料商资源 却让它具备了 从欧洲进口优质木质板材的 先天优势 你看我们现在在装修阶段 那么这一块 整个这一块区域 都是我们进口板材的展示区 武精和那个功能的展示体验区 就都整个在这一块 所以我们现在 尽在进行装修阶段 有了上游供货商和下游市场 蔡明还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如何压缩物流成本 和缩短资金周转时间 让企业盈利 2013年开通的荣欧快铁 给了它千载难逢的机会 以前我们进口欧洲的板材 是要经过红海 然后进入印度洋 然后经过马六甲 然后就到南海 然后再到我们国家 这个时间是很长的 要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荣欧铁路的开通 对我们来说只要15天 你可想而知 对我们商家来说 资金占用的成本 那可降低多少 那所以在这一块里面 我们肯定会优先地选用 荣欧专列 为此 蔡明特意收回了 用来租赁的两间 近万平方米厂房 作为将来进口板材的仓库 在等待荣欧快铁 从欧洲拉回板材的日子里 蔡明的心情既激动又急躁 我这个库房总共9000平米 我就是现在零用空着 我就是为荣欧专列做准备的 就是我们荣欧专列 这样开通以后 对企业也好 对我们的客户也好 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时间就是效益 这空置的厂房 寄托了他对荣欧快铁 太多的期望 面对这样难得的商机 下属任何跟不上节奏的行为 都会让他火冒三丈 临近春节 蔡明却一天比一天忙 晚上他还要飞往欧洲 洽谈板材进口合同 他也不曾想到 荣欧快铁的开通 会让他在知天命的年纪 又快马加鞭地 去开创新的事业 默然回首 在灯火阑山处 发现了可以牵手世界的成都人 仅仅两三年后 便已经不再满足于 只拥有一条开往欧洲的铁路线 以荣欧快铁中线为依托 他们开始规划和运作 通往中西亚的铁路南线 和通往欧洲的北线 这三条线都是从成都出发 融欧南线前段与中线重合 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后 经哈萨克斯坦 伊朗 土耳其 等中西亚国家 跨越 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欧洲 然后过境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匈牙利 斯洛伐克诸国 最终到达波兰 与中线会合 北线转到西安 从内蒙古二连浩特出境 途经蒙古国乌兰巴托 最后 在俄罗斯 叶卡捷林堡与中线会合 三条融欧快铁线 与他们的支线一起 以莫斯科 阿拉木图 伊斯坦布尔 华沙为中心枢纽 辐射了从中亚 到欧洲的全境 由此 整个亚欧陆海 已经尽在成都人的 一张大网之中 未来让蔡明更激动的 很可能是 融欧快铁将开通的 途经西伯利亚的北线 俄罗斯丰富的木材资源 正是它潜在的货物进口地 而将连接波斯文明 和两核文明 两个古老文明的南线 面对拥有丰富石油 和矿产资源的中西亚地区 又会诞生多少故事呢 在离成都市区 15公里的双流综合保税区 温茜经营着一家 外国商品超市 摩尔多瓦这个国家 它是以葡萄酒为主 葡萄酒的发源地 所以它更多的是葡萄酒 像这个 就是来自于摩尔多瓦的 东欧的很神秘的葡萄酒 黄金典藏 是一个珍藏级的葡萄酒 这里所有的东西 都来自于摩尔多瓦 然后这个国家馆呢 是依托宝费去做的一个 国家馆的一个展示体验中心 今天你看到这么多人 都是过来体验和展示的 即使远离城区15公里 却依旧阻挡不住 天府时刻为了美食远道而来 不同于板材 农副产品对运输时间 和储存条件 有着更为严苛的要求 这也是铁路运输 优先于传统海运的先天优势 为了配合这类产品的物流存储 空港保税区 还特意建有恒温恒湿的储存仓库 葡萄酒呢 需要在一个恒温恒湿的状态下 才有最好的保存 所以除了这个普通仓 那可能是一般的这个葡萄酒 那么我们一些特殊的葡萄酒 会在这个恒温恒湿仓里面 在这 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恒温恒湿仓 这里的葡萄酒 就在一个规定的温度和湿度之下 储存在这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湿度是67% 目前的温度是12.1度 然后你看旁边还有一个小卡片 就是每天的话 它必须要有记录 保证它在这个规定的这个温度和湿度之下 让这个葡萄酒的这个保存会更为好 减少运输途中的意外 是这类商品贸易中的先决条件 所以对于温倩 时间就是成本 即使现在已经可以通过 融欧快铁的中线得到实惠 但即将开通的融欧南线 从摩尔多瓦到成都会更快 这节约出的几天时间 必将给温倩的欧亚贸易 带来更大方便 因此 温倩已经打算展开 与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等融欧南线 沿途国家的合作 从农产品 医疗服务 旅游等多方面进行商务拓展 这些充满商机的国度 未来都会成为成都 牵手世界的重要驿站 走出去的脚步一旦迈出 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成都人牵手世界的障碍 本来就属于西南航空枢纽的成都 在融欧快铁开通的三年里 同时也加大了对航空业的投入 开始构建国际一流空港 李征用强大的交通物流网 引来世界的关注 双流 一座以空港闻名的小城 双流机场的前身 是1938年建设的双贵寺军用机场 1956年12月 由军用转为民用 并正式命名为双流机场 在融欧快铁开通的这几年间 成都空港也以每年5到6条的速度 开通新航线 截至2016年年底 双流机场已开通国际直航线路95条 如此快速的发展 也引起了国际航空业的关注 2016年9月 被称为航空界奥斯卡的 世界航线大会在成都召开 这预示着 成都作为国际一流空港的地位 已经确立 2014年6月 成都到旧金山的直航航线开通 两座城市也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从成都到地球另一端的旧金山 现在只需要14个小时的航程 相当于高铁从成都到广州的时间 这条航线的开通 让随时诞生高科技奇迹的硅谷 与古老的成都有了亲密的接触 科技带来的巨大商机 无时无刻不再吸引着成都 为了引起硅谷人的关注 成都递出了自己最传统的名片 川菜 来来来 这个打口脸 打口脸 打去走 张力 今年60岁 在成都市饮食公司工作了近40年 专门负责推广川菜文化 2016年9月 成都世界航线大会现场 成都市饮食公司为嘉宾做川菜表演 这个本来作为娱乐项目的演示环节 却受到外国友人的欢迎 这也直接催生了两个月后 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 首届成都美食文化节 出国半宴 不光要考虑 异国他乡食客们的口味 还要考虑最基本的食材 在当地烹饪条件下受到的限制 为了一个能在旧金山实地操作的菜单 张力和同事们连熬了几个通宵 最后拿出了一套方案 这是小吃南派 是个传菜的最大一个贴点 就是马虎拉 我们一定要把每个人的这种习惯 也要充分考虑进去 否则菜品做的也在好 别人不吃也就达不到效果 所以我们也在充分过度 最后定这个菜谱 我们约翰电话打了四个小时 打了四个小时 美方最后确认 他说可以 所以我们心头也放心了 那么超做过程 临出国门前 张力还特意带领厨师们 模拟演练 为可能突发的各种情况 做了准备 2016年11月10日 美国旧金山市政厅前 首届成都美食文化节开幕 张力和他的同事们一炮打响 获得了包括旧金山市长李孟贤在内的很多贵宾的夸奖 25桌菜肴被一扫而空 这次走出去获得了极大成功 接下来几天在硅谷的川菜展示 让那些科技精英们不仅大开了眼界 更大饱了口福 传统饮食与当代科技的这次相遇 使得川菜在硅谷名声大振 正是那条跨越大洋的航线 实现了这意义非凡的牵手 互通带来机遇 而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 则是沟通之后的结果 国际航线带来的价值融合 有时仅仅通过某一种商品 就会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文鱼 是一种对保值期要求特别严格的商品 一般从深海打捞上来到端上餐桌 最多不能超过十天 以往在成都的进口三文鱼市场上 卖得最紧俏的是从欧洲运到广州或上海 通关以后再经过两天的陆路 进入成都的三文鱼 他们无论从物流成本还是保鲜度上 都无法跟沿海口岸城市的三文鱼 相提并论 现在随着成都与世界上 几大三文鱼产地的直行开通 成都市场上的三文鱼 也实现了与广州上海市场 相同的保鲜度 对三文鱼这样严格要求实现的商品 通关速度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即使运输途中一切顺利 一箱新鲜的三文鱼也有可能因为通关和检验 简易环节的耽搁而使它的经济价值大打折扣 为此双流专门成立了口岸服务综合体 为生鲜食品的进口贸易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这一天 一对中外组合来到了双流口岸服务大厅 看上去他们是一对异国搭档 现在随着业务的发展 希望就是再进口一些生鲜 然后这个是我的供货商 它是做三文鱼的 一起来咨询一下 关于这个生鲜类和水果类进口的相解释 因为对清关的速度和商减的速度 要求的特别的高 随着成都国际一流航空港的建设 越来越多的商机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投资者 来到这里 其中就包括像朱云伟这样的本地人 和欧阳这样的外国人 感谢 非常感谢 2007年 法国留学归来的朱云伟 回到家乡成都开始创业 他瞄准了红酒这一既被法国人喜爱 又受成都人关注的产品 做起了红酒生意 在正式的品鉴之前 做一个关于葡萄酒的文化的分享 有谁知道就是关于葡萄酒文的种植历史 要追溯到什么时候 一种外来文化的引入 需要适宜的土壤为依托 红酒在成都大受欢迎 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这两年的话 葡萄酒的趋势是在做精品化 但是我们希望以葡萄酒为主线 然后搭配上国外的一些进口食品 我们要教大家怎么吃 因为毕竟葡萄酒是一个博来品 我们不能说还是停留在以前的 葡萄酒加雪碧这样来喝 而是提供一个方式 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不是仅仅一个产品 为此他找到了欧阳 一个美国犹太商人 试图借助他的家族生意 烟熏三文鱼 从生活方式的改变开始 打开成都人的味觉 我们是犹太人 烟熏三文鱼 是我们犹太的一个传统的食品 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 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东西 而作为朱云伟的合作伙伴 来中国多年的美国人欧阳 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成都人 他甚至在这儿找到了家的感觉 敢于把烟熏三文鱼这样极具西方特色的美食带进成都 欧阳看重的是成都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发展潜力 他相信他会成功 当交通物流网缩短了世界的距离 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便会自然发生 法国的红酒 北欧的三文鱼 美国犹太小伙的厨艺 成都人的口感 小小餐桌上汇集的不仅仅是来自不同空间的食材 不同的文明也在这里交流与融合 这一切都是发达的航空业带来的 近几年航线航班的成倍增长 让本来就很忙碌的双流空港 像上紧了发条的陀螺一样越转越快 这种繁忙在航空维修保养产业体现得尤为明显 陈思谦是国航成都机修厂的一名技术人员 他和同伴们每天要做的 就是把到了维修期的飞机 里里外外检查一遍 并且给他们应有的养护 然后交回给航空公司 陈思谦的父亲退休前 也是国航机修厂的一名机修师 与所有的父亲一样 他最担心的就是儿子的工作是否稳定 这段时间你们那个儿子 最近还没有人物量够不够 够不够 你看这人眼底了 人家好的单位还是充满很多的效益 原来你们的地方成本搁得什么样 机库都摆卖了 摆都摆不下 我这不是采修了个机库吗 也是因此还有机库 机库不仅机库里头摆卖 外面那个天机片也摆卖 好多飞机 今天春节都摆了加班 陈氏父子的这种对话 正是近些年成都空港变化带来的 在老一辈还在为下一代的前途发愁时 陈思谦们已经在快马加鞭地 营造属于自己的新事业了 如何抓住时代富裕的机会 年轻人已经用行动做出了回应 咱们的维修能力 从几年前的一开始只能做一些比较小级别的定点 到现在能够到最大的一个重维修 像现在是春运期间 这个工作量非常的繁忙 两个机库的机位都基本上排满了 像你现在看到这架飞机 这架飞机今天出场之后 明天紧跟着又要进来一架飞机 这种繁忙的状态不只是春运期间这样 即使是平时也差不多的 对于陈思谦和他的同伴们 日益增加的工作量 并没有让他们在飞机维修养护的质量上 有丝毫懈怠 每年检修的飞机几百架 陈思谦和同事们为了零事故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这一切都预示着未来的成都 将成为一个国际航空枢纽 短短几年间 双流机场迅速接近宝盒 于是成都规划 在2020年建成第二座国际机场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它将成倍扩充双流空港的容量 而且使成都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 国内第三座拥有双机场的城市 汪小玲是四川简阳人 她的家乡简阳正是新天府国际机场的所在地 新机场项目刚刚落户 汪小玲就敏锐地嗅到了商机 半年前 她从打工的浙江回到简阳 在新机场所在的草池镇 开了一个家乡土菜馆 在这个以羊肉汤闻名的地方 她的乡土菜主打草池当地特色 渐渐站稳了脚跟 机场还在打地基时 汪小玲已经走在了盈利的道路上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行 刚开始的时候没那么多人 现在是越来越好 像这段时间几乎都是满的 我这里面都是 其实看到商机的不光是汪小玲 整个简阳都在为新机场的到来做着准备 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像双流一样 用国际空港带动经济腾飞 似乎已经成为每个简阳人的共识 闲下来的时候 汪小玲和镇上所有人一样 都愿意到新机场建设指挥部的广场上散步 里面是很漂亮的里面 我们经常来这边玩 因为那些日益增多的铁路与航线 人们相信这里的未来 将会出现更多成功的机遇 人们更相信 牵手世界的成都将会越来越美好 封重地 loser